你在开口说话的时候 你有留意过 自己习惯用你这个字作为开头 还是用我这个字作为开头 到底用你跟用我这两个字 它的差别在哪里 那对于接收我们讯息的人来说 对于讯息的理解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在这边提几个例子 你来感受一下 如果有一场会议 你不想去 这个时候你跟承办人员说 我非去不可吗 跟另外一个对比 你跟承办人员说 你觉得我不去开会 你有办法搞定吗 你想想看这两句话 的延伸效应会有什么不同 如果你说 我非去不可吗 那背后的感觉像不像是 你在为自己找一个开脱的理由 或者是你想推卸跟逃避责任 于是呢 承办人员可能就会跟你说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想 那这会还要开吗 你可能就会碰得一鼻子灰 甚至于在别人心中 创造出一个你很自私的形象 可是如果你说 你觉得如果我不去开会 你有办法搞定吗 那这个承办人员 可能就会开始思考 那如果你不参加 他是不是能够独立去做整个主持 然后这个流程是不是能够安排的顺利 如果可以的话 他就会告诉你 没有关系 我可以搞定 那如果不行的话 他也会告诉你 他之所以需要你参加的原因是什么 一旦有了这样子再进一步的讯息的时候 你不管是答应与否 至少你有更多的资讯可以去做评估 所以你会发现哦 用你作为开头 跟用我作为开头 可能在别人心中去听你讯息的时候 会觉得你到底是出于怎么样的立场 是自我保护呢 还是是做一个了解跟请求 再来 如果你需要别人帮忙的话 听听看这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说 我需要你的帮忙 第二句话是说 你能帮我吗 你会发现 当你说我需要你的帮忙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会有一点害怕 有点担心 他可能会觉得 你对他的要求 是不是超出他的能力范围 于是呢 有很多人一听到我需要你的帮忙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保持一个相对客气的距离 而不是去理解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协助 可是当 另外一个人说 你能帮我吗 这个时候又像是刚刚的例子是一样的 对方可能心中会开始评估 那我现在有没有时间 我有没有精力 还有我能帮到哪里 你会发现这两句话 他指涉的都是同样一件事情 叫做 你可能需要帮忙 但是 当你用不同的说法的时候 用 我需要你 跟你能帮我吗 它造成 别人愿意去协助 或者在协助之前 愿意去了解我们发生什么事情 的意愿上 会有很明显的差别 再举第三个例子 如果你要称赞一个人 他在某一次的活动当中 做了一场很精彩的演讲 听听看这两句话 你说 我觉得你的演讲讲得很棒 跟另外一种说法 你那次的演讲讲得真棒 你听出这两个的差别吗 第一句话 我觉得你讲得很棒 是不是隐隐约约的有一种 我觉得你讲得很棒 所以我的位置比你还高 仿佛是一种上对下的口吻 那各位 这就考验了你们之间的关系 还有在对方的心中 你是不是属于那个真正的在上位者 而且就算你是在那个上位者 对方也会觉得 你是出于一种施舍 或者是出于一种评论的感觉 去评论你到底说的好不好 就像我自己经常在演讲 我也常常会遇到有些年轻的朋友 听完我的演讲之后 他可能跟我说 我觉得老师讲得很棒 其实说实在的一点 我当然能理解他背后的心意 可是他这样的一个说法 如果换成是 对另外一个人 可能是他的老板 或他的长官这样讲 我就真的不敢保证 他的老板 或他的长官 心里会不会有一个OS 就是 你哪根葱啊 我讲得好不好 还需要你来评论吗 所以你会发现 可能你的意图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当你用我作为开头 我觉得你讲得很棒 那个隐隐约约的评论性 好像是一个裁判一样 让别人不舒服的感觉 就很容易跑出来 但是如果你的说法是 你的演讲讲得真棒 如果是用你作为开头的时候 那么在感受上 就很容易被理解成为 你是出于自己真正的 有被感动到 而做一个正向的回馈 在这句话当中 他并没有任何隐含的 评论的企图 或评论的意味 人有时候是很害怕 甚至于很讨厌被评论的 所以透过这三个例子 邀请你想一想 在你平常习惯 表达你自己的过程当中 你到底是习惯 用你作为开头 还是用我作为开头呢 有时候生命的改变 并不是要去找很深奥的道理 或者是很厉害的技巧 真正的改变往往先从 这么一点小小的部分 它不仅是在我们表达技术上的改变 其实它更是一种 我们去调整我们对他人的心意 我是凯宇跟你做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曾经跟很多人分享 怎么样去表达自己对别人的赞赏 而其中很多赞赏的方法 最需要留意的就是评论是赞美 比如说我们可能跟一个人说 你讲得很好 你书写得很棒 你会发现这是一句平常的话 可是如果你是那个演讲的人或写书的人 这背后会不会让你感觉到 对方似乎有一种评论性 也就是说你讲得好不好 或者你书写得棒棒 是由别人来认定的 而不是回到你身为一个读者 或身为一个听众 到底我做的事情对你有什么帮助 评论是在美在这个世代 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状态 可能是因为社群网站的发达 大家要发表评论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们久而久之会对于这件事情麻痹了 可是你异地而处一下 当你很用心尽心的完成了一件事 对方告诉你的并不是你这件事情对他的价值 而是他用一个评论的角度 可能轻描淡写或三言两语的就说 做得很好 写得不错 说得很棒 请问一下 跟另外一个人能够告诉你 到底你做的这些事情对他的影响 对他的正面启发是什么 我想你心中对于感受上的差异会有很明显的答案 所以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评论式的赞美 再进一步来说 在这一段内容跟大家分享的 你跟我到底要怎么样灵活的运用 创造更圆满的人际关系 那么我在5月12号开课的人际回应力课程 会对你很有帮助 用系统化的方法 让你知道 其实回应 好好的回应 是一个可以学习的技术 透过你的时间 它会变成是你人际关系当中的艺术 详细的课程资讯在网站里都搜寻得到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